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 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 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華文新勢力 我認為就是說 大陸跟印度的關係 好不到哪裡去 壞也壞不到哪裡去 就是說這個裡面 其實中印要能夠就是說 只要能夠求同存異就不錯 那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的 這個邊界風波 我覺得是美國人在背後的 這種慫恿 那麼可是印度沒有得到好處 基本上就是說 美國你承諾的東西 你給了印度什麼 那可能就是說 莫迪的問題就是說 印度的軍方是很跋扈的 是很有自己的獨立的 這個判斷的空間 所以莫迪也不得不跟印度的軍方 做某種程度的妥協 因為印度的軍方跟這個英國的軍方 跟美國軍方關係也很深 那問題就是說 你們挑起了一系列跟中國大陸的邊界衝突以後 最後你得到什麼好處 對 基本上是沒有 邊界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而且中國大陸事實上 已經用最理性的方式在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就是所謂的一個停戰線 臨時停戰線 大家就站在那個現狀上 保持那個現狀 對不對 不去激化它而已 那你印度為什麼要去激化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那這個原因的話 我的研判是有外部勢力的涉入 那麼讓印度覺得有利可圖 那問題就是說 惹了那麼久的事情以後 最後它有沒有利益有沒有拿到 那有沒有從西方社會 尤其美國裡面 拿到它應該得到的報酬 那可能是沒有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是最近 好像印度跟中國大陸關係 這種從一種衝突的這種情況下 慢慢冷卻下來的主要原因 我是覺得也改善就是說 能夠我說是壞壞不到哪裡 好也好不到哪裡 不太可能有大的這種突破 其實這個損失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大陸損失 是印度的損失 印度這個國家其實它要看清楚 現在最能夠幫助它在經濟上 有所進展只有中國 美國歐洲在那個地方殖民了多少年 三四百年 只是要剝削它 把他們當漁民一樣分化以後治理 然後呢把他的那個資源掠奪走 這個三百年三四百年的歷史經驗 他們也很清楚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尤其在一帶一路 這個政策之下還有這種積極發展 就是說共存共榮的經濟夥伴的這個條件下 印度事實上是印度在歷史上 這個幾百年來最好的一次機會 可是這個中國大陸沒有辦法去去說服印度 這要印度人自己曉得 那誰是應該交的朋友 誰是應該疏遠的朋友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他們這些 我是覺得他們可能是一直把中國大陸當作一個忌妒的對象 那麼不願意真正向中國大陸 求教 虛心求教 因為中國大陸我去過印度 印度他們就開玩笑 印度老師還跟學生說 你們要好好努力啊 你們不努力的話 中國就要趕上我們印度了 對所以他的心態上是很奇怪的 那他們可以接受西方國家比他強 他不太能夠接受中國比他強 這個心態我覺得就很奇怪 那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事實上只要能夠把印度的關係穩住 就差不多了 你真的要去幫助他 像中國大陸 以中國大陸像這個 這個目前的這種應用 軟體 還有運用這個網路 這種行銷 像這個阿里巴巴 像這個淘寶 這種的行銷方式 是最適合印度發展 印度的中間剝削是非常重要 非常恐怖的 他行銷管道不暢通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他造成他經濟不進步的原因 他很多要向中國取經的話 印度的經濟馬上就起來 可是你看他又要進中國的APP 又要切斷跟中國的這個經濟貿易往來 你可以啊 你去買Apple 一台台幣400塊 4萬塊 中國大陸各種手機 對 你去進的話 你是進你自己發展的機會 可是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只有印度人自己想通了才行 那麼去認清楚 現在他在國際上應該交什麼朋友 交日本有什麼用 他跟日本合作了 二次大戰之前就合作了 合作到現在 你印度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對 你跟那個澳洲 澳洲跟那個英國 他們殖民組是同文同種的 只會利用他們的矛盾 繼續想要辦法殖民他們 所以這要看印度人的自己的智慧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王毅的話 短期是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的外交的成績可以交 不過長期以來 我真的覺得中國跟印度 能不能有好的關係發展 關鍵在印度 我想王毅會講這話 他也是多方思慮的 不可能思言 這是一貫的立場 不會說今天為了要去印度之前講這話 那麼不去印度就不講 去印度就不講了 不去印度就講 對 我想這個就是說 該講的就講 就是一貫的政策 那克什米爾這個問題 當然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幾次戰爭的 很重要一個因素在裡面 那中國大陸一直是有立場的 不是沒有立場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印度有反應的話 那就是他要反應就反應嘛 對不對 他今天就是說 怎麼講呢 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中國跟印 大陸跟印度之間 這個關係改善 其實對印度的經濟上的受惠是極大的 印度要有這個認知 對你今天跟西方國家搞完了那麼久 你印度還是世界上相當落後一個國家 對 中國大陸的模式是在短期之內 可以把你的國家經濟搞上軌道以後快速發展 印度也非常急於想跟大陸發展經貿啊 對啊 而且印度的整個的 整個的所謂的 他的這個基礎建設 非常的成就 誰能夠幫他 盡快把他的那些 鐵路啊 運輸啊 機場啊 公路啊 那些 很快的建設起來 全世界舉世看去 誰有這個能力 誰可以幫你 他如果都弄不清楚 他還要繼續閉關鎖國 搞他的這種 這種目前的外交政策 對中國大陸 抱持一個比較敵視的態度的話 我認為損失是印度啊 我覺得你今天你跟 你去跟美國 你去跟澳洲 你去跟日本 你 你能做到什麼呢 對 你能得到什麼 什麼戰略的利益呢 是很有限的 那麼他們自己在過去 被英國這個統治的時候 被分而自知這麼多 這麼久 我本來以為他們已經 學到了很多教訓 可是我是覺得他在國際上啊 這個 這個第一個跟最大的鄰國 現在對他最有幫助的鄰國 他沒有主動改善關係的意願 我覺得這個國家還是缺乏 有遠見有智慧的領導人啊 那這個 這個我覺得 這個不能靠中國大陸單方面努力啦 這個兩國的關係 是要互相努力 是 那麼 印度願意繼續維持 他現在現狀 落後的現狀的話 那也是他自己選擇 普丁這一招的話 他要出就要出快一點 他如果拖到一兩個 在一兩個月以後 別人也都找到替代能源的時候 那就 他這一招的效力就小了 所以他沒有拖一兩個月啊 他就是一週之內 就要出台了 對 我就是說 俄羅斯事實上 對抗西方經濟制裁 最主要就是他手上的能源 跟還有他的這個糧食 那還有一些特殊的金屬礦產 那這些部分 他還可以再次宣告 你要買我的鈦 你要用盧布啊 對啊 你這個 甚至美國人都要用盧布去買了 因為波音 波音用依賴 也依賴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鈦金屬啊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那盧布就直扁啦 當然啦 所以他手上是有手段的嘛 他手上是有手段的 那他還有這個 這個蛋啊 還有甲啊 這些肥料啊 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他手上是有武器的 他是一個大國 那這些 這些有 他有這些 原物料 這個國家 性質本來就是 他可以抗 他可以抗壓 另外他有反擊能力的 他現在只是用一個 反擊能力而已啊 不過我是覺得 西方的這個經濟制裁啊 這種壓力啊 我覺得 讓俄羅斯人民受苦啊 那是 可能有少部分啊 真正 制裁造成的 最大的這個苦阻啊 應該是 烏克蘭的 平民老百姓 因為 你這個等於說 逼著俄羅斯 把他原來 並不想使用的 戰爭手段 把他升高 把他往提前 提前拉出來 嗯 因為他本來就是用一種 緩打 用一種啊 盡量最低 最低限度的軍事打擊啊 換取政治目標 嗯 那你現在你不 你頂住 折倫斯基 讓他在那邊繼續抵抗 是 繼續打這場戰 你已經不曉得 為什麼而戰的時候 你就是逼著他 對不對 讓俄羅斯 為了要達成政治目標 最好加強軍事的打 等軍事打擊力量 那另外一方 你後面又在 斷他的後路 嗯 讓他感覺到 經濟的壓力 他更要加快提升 這場戰爭 嗯 你認為 普丁他能夠承受得起 這場戰爭的失敗嗎 在他擁有這麼強大的武力 有一點這個好 利益俗爽的感覺 哦 對 這個阿波拉莫維奇 那你今天就是替他 替他這個疏通嘛 對 你用的理由不管怎麼樣 你的行為是疏通 嗯 對 要美國對這一位商人 網開一面 嗯 對不對 理由是 理由是他因為他在俄 俄烏 談和談中 扮演中間人角色 嗯 那如果俄羅斯出面說 沒有這個人啊 嗯 那你不就你在撒謊嗎 嗯 那人家又懷疑你動機是什麼 嗯 對不對 你你哲倫斯基 當然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寡頭 俄羅斯寡頭是猶太人 嗯 那你 哲倫斯基 理論上現在看起來的話 應該 俄國人是敵國啊 是 你不會去敵國的一個商人 你去他 你去他 說像呢 嗯 所以 哲倫斯基的角色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可疑 嗯 我覺得過去有傳聞他自己本身啊 也有這個貪腐的情況 他怎麼會跟這個寡頭 俄羅斯寡頭怎麼那麼近 嗯 對不對 然後出面用他總統的身份 來替一個俄羅斯寡頭啊 替他說像 替他求情 然後叫他跟美 叫美國人說像 可見他跟美國人的關係也很奇怪 嗯 對美國人為什麼要聽他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從這個裡面就看起來 烏克蘭的政治人物 這個行為 觀念 嗯 嗯 有多好脫離現在的這種 好 現代的國際 對國際規則的了解 是 對他自己自身角色 嗯 的了解 還純粹停留在一個威權時代 一個領袖的一種思維 跟作風之下 是 所以你說 你說 民主制度 是真的在烏克蘭生根的嗎 就是搞得一團亂 嗯 你的領袖都沒有 這麼沒有概念 無法無天 嗯 對不對 立場都搞不清楚 然後你 你認為你就說啊 他現在是替 俄烏和談重要的 中間人角色 他也搞不清楚 美國現在就不希望人家 出來做中間人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他人就希望俄烏基因打下去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哲倫斯基啊 嗯 我覺得真的是 越看好 越是一個好 嗯 只能說 沒有資格做那個位置 美國的那個 蓬佩奧 前任國務卿啊 他現在 前兩天 美國報紙說 美國 政府 每一個禮拜 在他身上 花200萬美金 嗯 保護他的安全 是 因為伊朗認為他是犯 戰爭罪犯 所以伊朗要刺殺他 嗯 嗯 那伊朗憑什麼可以說 蓬佩奧是 戰爭罪犯呢 是 那蓬佩奧跟 川普都被列為戰爭罪犯 為什麼 因為他們刺殺 這個 伊朗革命衛隊的首領 是 蘇拉麥尼 他們用這個無人機 刺殺 嗯 那他認為說 你這個 你這個也沒有宣戰 也沒有怎麼樣 你就可以隨便殺一個人嘛 對不對 但現在好像什麼都是 美國說了算 那問題 伊朗也可以宣說 那個美國的那個 誰是戰爭罪犯啊 欸 對不對 那你今天 所以說 美國也可以說人家戰爭罪犯 可是我們要 今天要講 我們要公平來講的話 能夠宣布 誰是不是戰爭罪犯呢 只有國際法 的規定 國際法授權的 有權決定 這些國家 誰是戰爭罪犯 美國沒這個資格啊 美國今天 他還不是法院 我今天 隨便走到街上 我說 我說某某某他犯 什麼刑法 第幾條 我判刑他30年 人家說 你是法院嗎 你是法官嗎 你是依照哪一條 那今天美國這個做法 就是說 他突然跑到十字路口 跑到他自己的家門口說 我宣布誰誰誰是戰爭罪犯 你認為他有這個資格嗎 他沒有這個法律身份啊 所以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你看著明天好了 明天俄羅斯也會宣布 說我現在宣布 那個George Bush是 那個小布希是戰爭罪犯 因為他在伊拉克的時候 戰爭的時候 他殺傷的平民有十萬人 買東西又不是牆賣對不對 歐洲要買 你願意出這個價錢 這有什麼錯嗎 對不對 你如果價錢過高的話 你就不要買嘛 這個又不是強迫 這是一個商業行為 我不曉得 這有什麼好做文章的 蓬勃 對不對 中國有貨 因為石油是美國的 從美國買的 那我今天 我今天買了一個 美國汽車 我不想 我不想用了 對不對 我賣給別人 因為是美國 我就不能賣嘛 所以這個沒有這個道理 你也不知道啊 那我比較蓬勃 他這個 他這個邏輯有點問題 我覺得他的邏輯 可能是說 說不定你 從普丁那邊 可以拿到石油 或天然氣了 所以你現在從美國那裡 多了 你就把它賣了 去賺錢 他們有證據啊 他們有證據啊 你要有證據 今天是 我覺得他是暗示啦 對啊 這種暗示 又不合邏輯啊 那你中國不能賣天然氣嗎 你美國沒有做過這種事嗎 其實國際上這個是一個 互通有無的一個世界嘛 是 對不對 那你要不然就是說 歐洲人覺得受騙了 歐洲人沒覺得受騙了 那他們還總是有虛 這是個供需關係 對不對 這裡面你買得早 賣得晚 你有利潤 這是很難的 然後這個 折倫斯基 罵了那麼多國家 對 就沒有罵過中國大陸 真的這個世界上 能夠同時跟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保持非常好關係 真的只有中國大陸 而且中國大陸跟烏克蘭關係 不是很 很好 是非常好的關係 而且事實上 在這件事情發生時候 我想中國大陸一直是 希望這件事 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的 因為這一場戰爭對下來 中國大陸是受害者 絕對不是一個獲益者 中國大陸有1.5億的 這個我記得上傳1.5億的 一帶一路的計畫 那麼還有幾個城市的地鐵 是中國大陸在修的 你現在水庫也大陸在修 你現在一打仗 你就沒了 對 中國大陸有實際的損失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友誼 跟烏克蘭友誼 不是三年兩年的 而是烏克蘭1.1獨立以後 跟中國大陸 就維持很好的關係 是 大量的烏克蘭的科學家 都到中國大陸 找到很好的工作 那麼中國大陸 在烏克蘭的投資 各方面 互相的互動 非常密切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是覺得 你看烏克蘭 他的外長前兩天也講 他們希望中國以四個大國的身份 能夠來寫決這個 目前他們國家 目前現在的困境 可是我覺得大陸 他也必須要考慮整體情勢 他沒有辦法只看雙邊關係 就做了 因為整體情勢的話很簡單 我使得上力 我就使得上力 那你美國歐盟 現在帶著北約 就希望你烏克蘭跟俄羅斯死磕到底 不計代價的 要你烏克蘭 就打到最後一兵一卒 那你應該要叫北約改變態度 對不對 所以這些問題的話就是說 你要有全面來看 不能只看雙邊關係 你要全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 他王文明講的也很對 他一直在實力 順暢的溝通著 他在實力 可是你要有一個 要一個時機要成熟 要有很多國家有共識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才能產生效果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